拉子幸福生活,我是乔安娜 这一期没有说书人 这个频道聊的是伴侣关系、简单生活 还有环游世界旅行 这个礼拜我都在忙碌说书人的期中报告 他去念了研究所 那修了一堂还蛮硬的课 老师交代的期中报告也非常的庞大 就是要读一篇还蛮长的论文 然后把它写成中文 那老师当然没有说要逐字翻译 但是说书人现在可能是受到了我的影响还是怎么样的 就也非常的努力跟完美主意嘛 就他觉得要做得完整 所以就花了蛮多时间 终于在礼拜五的午夜时分 把报告寄出去了 所以他现在终于可以好好睡觉了 最近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想睡觉呢? 就是睡觉时间变得很长 而且会一直想要吃东西 就饿得特别快 所以 连小腹都出来了 但小腹出来很久了啦 但是就是小腹越长越大 那我看着自己的小腹的时候 之前都会觉得 好讨厌喔 我怎么肚子那么大 就是身材很走样 但最近我看着他的时候 我心里就想着 啊真是不容易呢 就是我也是努力的吃了这么多东西 才把你养的这样子圆圆的 还会觉得说 还蛮可爱的 这个圆圆的肚子 好现在外面有 选举的造势人群走过 我们稍等一下 好那我们继续聊 除了最近胃口非常好之外呢 我好像也有另外一个胃口 最近我非常的想要看关于室内相关的杂志跟书 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我最近在看的这本书 然后有一点像是打开了一个什么开关嘛 所以就会想要看更多 有点像我很喜欢的YouTuber布兰达跟维尼 他们常常会说物品会吸引物品 那这好像是真的 就是我读了这本关于室内相关的书之后 就很想要看跟室内相关的东西 那我就跑去了台北市立图书馆 结果我去的那个分馆 竟然没有任何一本关于室内的书 就是室内设计啊或者是室内装潢什么的都没有 我觉得有点惊讶 就全部都取消了订阅了 那我相信可能别的馆藏可能是会有的 但就也没有离我很近 后来我就去架子上拿了Vogue 就看一些花花绿绿的东西 那我发现我现在看Vogue跟以前看Vogue很不一样 以前我看Vogue都是看model长得如何啊 就是会看到脸 或者很有风格 那看他们穿的衣服剪裁布料 觉得好看或不好看 以前都是看这些 但我现在看Vogue变成是看它的取景 就是相机相片的取景 那它的构图如何 那背后的布景是什么 然后布景跟它的衣服是否有搭配 就是在感受那个之间的美感 跟设计师或者是摄影师他们想要传达的东西 我就发现现在看Vogue还蛮有趣的 好像是一个比较俯瞰的视角 然后可以看到比较多的东西 那所以看Vogue我也看得很开心 好然后另外我还有看YouTube 就很推荐一个系列 就是Vogue Taiwan里面有一个系列是 你可以在YouTube上面找Hashtag 然后法国女人的居家美学 我会放在资讯栏 就这个系列的影片呢 它都是采访一个人 法国人 可能是别的族裔的 但是到法国来生活 那拍他们在法国的家啊 怎么样室内是长什么样啊 然后他是怎么样穿衣服跟选衣服的 那他对于家的一些想法 那我觉得那系列真的非常的好看 就是真的每个人都好有特色跟个性喔 然后房子也都好美喔 就里面的那些软妆都看得出来 他是非常用过心的 然后很有意识的在建构自己的生活跟传达 那我觉得这真的好有趣 就是当然我相信他们被采访都是因为他们非常的优秀 就是在这方面有特出特别的美感或者是特别的专业 就是有些是服装设计师等等 但是我觉得就是 看他们就会让我觉得说 就是这个天线这个感知能力 如果有打开的话 可以怎么样自己的生活多一些乐趣 或者是多一些质感 或是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就我有没有办法 别人来我家的时候 然后看到某一样东西 我可以跟大家讲说 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然后我为什么喜欢它 我觉得这部分真的是很有趣的 我很喜欢听的部分 让我想到 我之前有在网路上看到一些所谓的穿衣风格测验 就说你的身形啊 就是拍你的身体跟你的脸蛋 然后他就会用大数据去分析说 那像你这样的身材跟脸型 或者是五官 会适合什么样的风格 什么样的图腾 花样 然后什么样的材质 甚至 第一时间我是很想要说 玩玩看这个测验 但这个测验不是可以随便玩的 他其实做一次测验是蛮贵的 因为他还有一些分析师会分析啊 然后陪你去重新调衣服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这很有趣的是 我就意识到说 为什么我第一时间会很想要做那个测验 一定是我心中有不清楚的地方 就是我不清楚我的适合的风格是什么 或者是我现在想要穿的衣服是什么样子 我心中有不确定的部分 所以我会想要去做那个测验 就是我想要透过测验来更了解自己嘛 那对于穿衣服这件事情 其实我真的不是个 我会去挑选自己想穿衣服的人 过去我妈妈常常是她买了 然后她穿不下 因为她常常去菜市场挑衣服 那用看的她就决定要买了 可是买回家以后她常常发现是她穿不下的 所以她就会把一些衣服问我要不要穿 然后或者是像是我妹妹她 留了一些衣服在台湾 但是她很久没有回台湾了 我看得到那个衣服的材质是 比如说棉裤啊那种居家裤 或者是衬衫 我觉得说好像好像蛮舒服的 或者是好像可以拿来穿耶 所以我就跟她借来穿 说是借我也是把她的棉裤穿到现在膝盖已经磨破了 对我来说我以前的好像就是衣服够穿就可以了 然后有的穿就好了 然后穿起来OK 还OK就是是适合我的看起来没有超怪 那我就会拿来穿 那就久了久之就变成我没有机会自己去挑选 我不能说没有 但是真的是还蛮少的 那我买了衣服之后我也是 就会觉得说好像可以一直穿下去 那习惯的搭配我也就一直这样搭配 所以我对于穿衣服这一块好像 并不是特别的上行 我就跟一位好友聊到这个测验 他就说可是你不会想要自己挑自己喜欢穿的衣服吗 就如果说测验告诉你说你适合那样 那个类型的衣服 难道你就只会想要穿那个类型的衣服吗 那我就才突然觉得说 对耶就是测验告诉你你是这个结果跟你自己喜欢的可能又是很不一样的 那就算那个风格很适合你 你可能衣柜里面也不只有一个风格 后来我就问我朋友说那你觉得我的风格是什么 那我觉得他给我一个回馈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准确 对耶就好像自己都看不清楚 但是旁边的人其实很清楚 就是旁观者清吗 像他就很直接的说 哦你的风格哦就是文青运动风吧 想一想就觉得对耶就是我的衣柜里面一些五亿两品的衣服 那种比较日式文青风的东西 然后或者是帆布鞋 但是我在那个外面在那个里面 我又会穿搭那种羊毛材质的排汉衫 或者是瑜伽内大裤 就是里面是穿比较合身的 然后外面我会搭一件尝到可以盖大腿的 法兰绒的乌印良品 可以当洋装也可以当衬衫穿的一个外搭的 对所以我就是冬天我常常就是这样穿 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 那其实我今天是要讲室内装潢相关的主题 对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讲了这么多的衣服的想法 好 我要聊的这本书叫做《从零开始打造北欧风格的家》 它是张浩璇写的 那这位作者呢 他的名字也叫Cathy 他是在挪威生活的台湾人 那为什么我会想要推荐这本书的原因 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本书 就我觉得我应该会一直放在书架上 然后在上面画线啊 然后贴标签啊 让我可以反复的看 因为里面的照片非常的多 这照片很多而且都是很美的照片 就是北欧风的室内软装过 就非常的舒适 然后看起来赏心悦目的照片 所以他这本书的特色我觉得他是有书的特色 也有杂志的特色 那书就是他的内容非常扎实 他分享的东西非常多 像杂志的部分就是他照片很多 而且他里面还有分享一些案例 居家故事 总共有五个居家故事 所以他就去五个北欧人的家 非常漂亮的家 然后拍照啊跟访问屋主 那我想要分享的部分就是 让我翻一下 他里面有提到 让家里有一瓶可以当储藏室 就是有一个专门的储藏室可以放东西 那台湾人好像 就我家 就我从小到大生长的家 好像没有 都没有这样的规划 有一些很大的那种日式的卡在天花板上面的储藏柜 就是很大一格 然后但是里面没有任何的分层 那他的位置是在就是天花板的角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东西 那就是因为很大一格 然后又在高处 所以也不是那么容易收纳跟清扫 所以我小时候都一直觉得那柜子 就是打开的时候我觉得很不舒服 就是不想打开 然后也不想去整理它 然后妈妈就是把一些被子就是丢在里面这样 那他说这个储藏室为什么很重要的原因是 你可以就是收纳一些 比如说夏天不用电风扇啊 夏天不用电暖气 那冬天也不用电风扇 所以这些或者除湿机啊这些电器 如果没有储藏室真的会很难收 或者是也可以收大行李箱啊 一些现在没有在使用的东西 那像我现在就是有一个衣柜的空间 因为我的房间 现在住的地方的房间有两个衣柜 然后组成一面墙 它是做实的那个系统柜 那其中一个柜子 我就是把它拿来当储藏 那里面就是有瑜伽枕啊 然后背包啊 还有我们环游世界旅行 现在没有在使用的一些旅行的装备 像是如果是夏天的话 我就会把一些靴子收进这个储藏柜 还有鸡蛋的尿布 我们会通常会一次买两袋 那剩下的一袋就会放在储藏柜里面 大概就是这样 还有一些被子 所以如果可以想像如果没有一个储藏空间的话 就这些东西就会变成是不知道塞在哪 或者是散落在家里各处 我觉得储藏室这个概念真的是还蛮需要的 那我肚子刚才叫了一声 好像有点快要饿了 他里面又分享一个观念是 其实北欧就是挪威的杂志啊 报章杂志 他说他几乎没有看过 关于收纳断舍离或告别杂物 这个方面的讨论主题 因为他们他的意思是北欧人非常的珍惜空间 对他们来说 要维护这个空间的优先顺序是高于要维护物品的 也就是空间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不会为了要想要说多一些被评啊 然后就去让自己的生活空间变得杂乱 我觉得这个就是算是取舍嘛 就是像是我们从小到大的这个观念 好像就不会是空间很重要 然后物品相对不重要 对我们来说好像就是会觉得说 物品是买来的啊 还是我们就是很爱钱 我就是问号哦 就是用钱买来的物品很重要 可是我们不会想到说 要在这个空间生活舒适的话 那人的需要才是 人的舒适才是重要的 那我们是不是会误以为说 挪威人的家这么干净这么漂亮 这么好像没有杂物 是因为他们很会很会做减法 但是作者他说其实是 经过了缜密的思考之后才会决定 要加东西进来家里 要加东西进来家里 而且要加进来的东西他都会非常的注重美观 还有便利性 所以好不好看 这东西放在家里 要放在哪里 他们都会想得很清楚 不是因为他们很会做减法 而是因为他们对家法非常的有意识 那我觉得说有一个观念我也是近几年才比较清楚知道 我们家里可能都会有一些是透明玻璃的柜子的 比如说电视柜啊 好像比较多是 比较以前嘛 比较老派的电视柜 都会有一个透明的柜子 我们使用他的方法就是把它当做一般的柜子 也就是有什么要收的东西 就会往那里面丢 那我去年住在老家也是花了一番功夫 把家里的电视柜 把一些没有要展示的东西先收起来 然后剩下的要展示的就是 都是精心挑过的东西 仔细想过它的白发跟颜色等等 所以说起来呢 透明的橱柜呢 其实真的还蛮不容易维持的 因为透明的橱柜呢 它收纳的功能其实就没有那么强 它就是 其实是要展示 展示你喜欢的东西 跟你觉得看到心情会好的东西 所以柜子里面像山下银子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它好像是一直是这样的柜子 好像只能收纳三层的样子 就是你只能放三层满 你不能整个都堆满 我觉得这个透明玻璃柜 真的不是很容易维持 它比较像是一个家里的布置品 而不是实用取向 那像我现在住的空间中 有一个透明的玻璃柜 那里面就是 就真的摆了非常少的东西 好再来下一点 我最近还蛮常练习它书中提到的一个概念 叫做styling styling就是它说是帮空间做造型 其实不是要空无一物 而是要像是用你日常生活的物品做画 比如说好了 就是以前我也是会插花 就是会插一盆花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盆花放在桌上的时候 就是漂亮没有错 但是它没有到 就觉得好像少了什么 根据这本书 它是说要有一种聚落感 还有降落感 聚落感就是你的这个角落啊 好看的话通常不会只有一个东西 通常都是两到三个东西 然后把它聚集在一起 所以它就会感觉是很像一幅画 然后很均衡跟很平衡 聚集感就是要要考虑的是 这个物品的高低 就是不能全部都一样高 然后大小也不能全部一样大 所以大大小小高高低低 然后也不能同一个材质 也就是不能全部都摆玻璃的东西 你要有玻璃花瓶 然后或者是陶的陶制品啊 或者是木头的东西 让它有不同层次的感觉 那才会觉得很漂亮 那什么是降落感呢 就是Landing 就是这两三个东西 你不能就只是把它放在桌子上 因为它们这样子没有一个共同的主体 所以就在下面呢 你可以放一块垫子 布垫啊之类的 就是让这三个物品可以有好像靠在一起的感觉 那那个角落就会比较漂亮 所以我就从它的粉砖跟书上面学到了这个Landing 还有聚集 我就发现说 的确我现在比较会摆设这个一个角落 或者是插了花了之后 我会知道说怎么样让它在桌子上 看起来是更美的 可能就是因为就是一直在思考这些 这些物品啊要摆什么东西 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一直在练习简物生活 简单生活 所以就东西很少 很少可以拿出来摆的东西 还好我最近买了几颗那个香氛蜡烛 所以我就可以把蜡烛拿出来跟花瓶摆在一起 然后再放着一颗之前 剪到的白色的石头 那就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下面在垫一本书啊之类的 让它有landing的感觉 好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书店翻翻这本书 我觉得真的还蛮值得 如果你喜欢看这类的书 然后会觉得说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 或者是跟这个作者一样 就常会觉得说 为什么人家的家里可以这么漂亮 为什么我的家就是没有那种感觉 没有那种美感 或者是没有那种温暖的感觉 那当然你要讲是假白也可以啊 就是就是相当的也也对那个指南来说 可能会觉得是相当假白的 就是家里每个角落都是一幅画这样子 那我也不是说要求自己要做到那种程度 只是最近就是开了这个胃口 觉得这个非常有趣 分享给大家 欢迎推荐我好看的室内装潢 或者是布置的书或杂志 拜托快点推荐我 很想看这类的书 或者是对于穿衣服 那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就是自己的穿衣哲学是什么 也欢迎跟我分享 那这集就聊到这边咯 谢谢聆听 拜拜